根据县政府2021年的统计 复理箱65岁以上长者有9897人 复理箱待会的主席詹金富在总执询时提出 复理箱长辈很多 希望公所在老人照护部分可以加强 因此建议公所要成立老人长照相关服务 根据华林县政府2021年的统计 复理箱65岁上长者有9897人 复理箱名代表会主席詹金富在总执询的时候提出 复理箱的长者多 希望公所在老人照护部分能够再加强 所以建议公所能够成立老人长照相关的服务 长照中照一般讲 比较小的村路 比较小的乡 要做一个 一个可以很多村的高龄人员 那个长者有没有 可以去哪里 还有我们第二个 有公车好载 又不用他们要派什么孩子啦 亲戚啦去载 这个通通不用的 我们这个这条路 我们早晚一定要给他做起来的 另外乡长也表示 会后会再讨论这项议题 也认同主席所提出老人相关服务 的确在副理长者占大宗 而长者的福利是必须要再加强 如果能够拿多少赚多少 我希望说以后用我们自己相互的钱 自己来建议做 然后用我们的公车 把13个村的这些老人家直接载到 我们这个长照中心 然后这些的医老人员 由卫生手这边派 医护人员 在那边看 那其他吃了呢 我们就在委外 主席所讲的 我想说这个是蛮可惜的的 另外也有多位的代表们 在联合质询的时候提出相关的建议案 菜市场的摊位 以及垃圾掩埋场使用期限到期等等 代表们都希望公所能够重视 记者高尚双肺询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